各位你進到我們簡報111頁那邊 我們這裡呢 就跟大家介紹這個溫度跟濕度的感測器 那你看他名字就知道他可以做兩個偵測 對不對 溫度跟濕度 那麼 因為呢他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你看到左上角這個就是有電路版的版本 還有一個就是 沒有電路版的 那這兩個其實功能都是相同 只是為了方便 怕說有的 不太習慣 這麼細的角 那剛剛我們有提到了 如果你的是有電路版版本你可以用功能的 就直接把它接在 外面就有點像我們那個風明器那樣子是不是就直接接到外面 就用功能的 那如果呢你要接在 我們的這個 麵包版上面其實也可以那你就要搭配公公的 就是公公的 就公公的 原則上有用到麵包版就是用公公的 所以如果你待會公公的線不夠你可以到這邊再再拿一下 我有多的沒關係 那 下面這個版本呢 因為這個角比較細 你用公母的其實是接不住的 就是 它是很鬆的 好那這個其實我當初是希望各位就是直接 插在這個上面 這樣有看到 它其實也可以這樣插 但是麻煩你 一定要 親身細語 跟他講 我這個 要慢慢的 往下壓 因為這個角很細 所以你如果一用力壓就斷掉 會彎掉喔 所以呢你要 慢慢的找看看有沒有哪個孔洞 它是稍微比較鬆的 我會慢慢的這樣放放看看 這樣了解 我去找找看哪一個 比較容易用 那當然你的LT點擊症你還是可以先拆開 你會比較好找 你就看一下 哪一個孔洞 因為呢雖然它有四隻腳 其實是只有三隻腳有作用而已 那因為以往 我這個腳位 這裡好像可以比較下去 這個是你可以用 等一下你可以找找看 那我們這個呢 像這個的話 它就已經做成三隻腳 有沒有 還好沒有做成三隻手 因為這樣會被抓走 有沒有 有沒有 這種比較粗了是不是直接就下去了 好 那 這裡呢 它是四隻腳的 其實 它的第三隻是沒有作用的 也就是第三隻 其實 沒有用的啦 它只有用到124 那這邊的 它已經把它 已經怎麼樣 已經把那一隻腳剪掉了 其實你看它上面這裡 它一樣是四隻有沒有 把它接上去 只是接到板子上 它就只接三隻出來 上面這邊它已經有告訴你 它的腳位是什麼 顛倒邊 這個我們只要用3.3伏特就可以了 不需要接到VCC 雖然它上面是寫VCC有沒有 但是其實不用到VCC 3.3就夠了 它就可以偵測 那它中間這個是 訊號線 Data就是訊號線 最右邊這個就是什麼 GND 有沒有 這是GND 那 這邊的也是一樣 你如果看這個 這種的 它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 1 4 這個 就是電源 訊號線跟這個 GND 這樣了解了嗎 這個地方稍微留意一下 只是說 如果你不小心接相反 什麼叫接相反 你把這一面 翻到另外一面 就會變成 口香糖 變成塑膠的口香糖 有沒有融化掉了 所以我剛剛講 你要留意 接顛倒邊 就是正負極接顛倒 它的塑膠會融化掉 你不要聽過手打電話嗎 就是那個概念 就是因為正負極接顛倒 所以如果你有發現像這樣子 這個已經是比較嚴重了 這叫做為時已晚 有沒有發現 原來這個時候 有學成語是很好用的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還來得及 為時已晚 就只能 換一個 這樣OK嗎 如果你待會擔心就是 這個 不好擦 因為我這邊已經沒有可以換了 我幫你處理一下 我幫你找 看看哪一個 比較好壓下去 如果你擔心說自己 下手太重 哈哈哈 我可以幫你處理一下 這樣OK 請你先找到你覺得適合的位置 先把它加上去 那你有需要那個杜邦線的 你來我這邊拿一下 你能爭取得了嗎 我